我叫王萧綦 27周歲 職業是一名幼兒的表演老師 然後兼職是兒童劇演員 中國中華兒女嘛 就是笑為當先 反正就不結婚 肯定是就是不笑的一種 我只是想找一個自己喜歡的 能感情平平穩穩以後 不會離婚的這麼一個人 就在家裡偶爾也提到過 就是龐球側擊的野書 那些這樣的事情 他講了媽媽不用管 你不用操心 就是過年我回上海嘛 爸爸要送我到高血站 一路上我跟我爸就在聽廣播 然後砍三砍四的那種 就是沒有說是 特意去聊到這個問題 我爸突然來了一句 就是寶貝你抓緊點吧 這個終身大事可不等人啊 就是這種 就是 關門的時候 我那眼眶就是 其實是 有一點就想潤 就已經開始潤了那種 但是我不想讓我爸爸看到的這種 因為我在父母面前 我更多的都是表現很堅強 冬天還冷嘛 然後我還想抽抽 我爸想怎麼鼻子又抽到了 然後我說 沒事沒事我感冒了 然後就這樣 有 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覺得自己也會更好了 其實 就是 我可能有的時候會更說是 我其實沒有另一半 然後我還是可以活得很精彩 我感覺到 孩子長大了 我們當父母的人也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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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的中生大事件還是需要他個人來做主 我們做家長的人只能是當然做一個參謀 我 我知道了就是我父母的一個 就是這個思想上的一個 而且就是像一開始 就包括之前採訪的時候 一開始我還很擔心 他們會再一次把他們以前的那種觀念 再說出來 少女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 這不叫少女 叫我說就是他們沒有遇到合適的一半 如果遇到合適的一半 他們很快就會走到一起的 就談不上聖女 他們也不會都受到家裡的 然後結果那個時候 我媽他們 我爸他們都說 以女兒的幸福為主 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他們的觀念已經 就是跟上了時代的潮流 而且已經算是超速發展了 比我想像的中要快很多 總結束 我真的不是一般 我真的不是一般 他在這裡 我真的不是一般 我真的不是一般